另外为了要提倡青少年健康的休闲活动 同时宣导属其安全注意事项 台东警分局也结合了台东施工所和台东高中 从28号开始在台东高中的篮球场 共同举办篮球夏令营的活动 让青年学子可以在暑假生活当中 培养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 每每到了寒暑假 青年学子活动力最旺盛的时期 同时各种诱惑与危险便悄悄地找上门 不论是毒品酒驾甚至是聚众姿势 都是警方在长假里需要特别注意与保护的 为了要培养健康正向的休闲活动 台东警分局从28号起 和台东施工所以及台东高中 办理青春专案篮球营的活动 在台东警分局邀请来的 醒无科大黄志才与王金城教练的带领下 同学们在篮球营里锻炼体魄 精进自己的篮球技巧 还有主办单位准备的游奖争打活动 期盼亲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 不要因为课业压力减轻 而成为少年犯罪的高峰期 避免进出不当场所 或者从事不法行为 藉由青春专案的陪伴 让青少年朋友远离帮派 毒品等各种不法行事 在家长与社会给予鼓励下 拥有健康快乐的暑期生活 记转切伦 台东市报道